Hello 大家好 DJ日記 DJ哥 今天想回答一下 一些觀眾朋友的問題 經常有觀眾問我 因為看到我在馬來西亞生活過 現在又來英國生活 今天解答一些觀眾的問題 如果退休 究竟在 英國住好一點 還是在馬來西亞住好一點呢 第一件事先戴上頭盔 每一個人的經濟狀況不同 生活要求不同 條件不同 所以可能每一個人出來的答案都不同 今天我在這裡給我認識的 意見大家分享一下 我認識的馬來西亞 我認識的英國蘇格蘭 愛丁堡 英國都很大的不同地區 可能有些不同的分別 我們就從 衣食住行 四方面去講 除了講衣食住行 再講一件事 也挺重要的 就是 申請條件 我們香港人 要去馬來西亞定居 要去英國定居 都要有一個條件 是不是 我會在最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首先講衣 穿衣 馬來西亞和英國 其實 一個東 一個西 兩個不同的世界 一個在地球的這一邊 一個在地球的這一邊 坐飛機 足足十幾個小時 真的圍繞了半個地球 馬來西亞 是熱的地方 平均溫度 都是30度左右 馬來西亞的冬天 可能是26、27度 已經是比較涼費的天氣 熱天的時間 可能去到 33、34度 那個溫度 都很平均 英國 就反過來 我們在蘇格蘭 的地方 熱天的時間 那個溫度 就去到 28、9度 很熱 很熱 已經是覺得 熱力的警暴 一般熱天來講 20度 鬆一點 23、4度 已經是 高的溫度 冬天 就去到 0度 3、4度 一般的天氣 6、7度 很不同 穿衣服就很不同 例如我在英國 在室內的地方 一件T恤 一件長袖 長袖 少許冷的 因為現在的天氣 外面是 3、4度 屋內 如果不開暖氣 就 13、4度 14、5度 有時候 開暖氣 如果開到 18、9度 就覺得熱了 開到18、9度 暖氣 通常我就熄了 熄了熄了 太熱了 在馬來西亞 大部份時間 都是T恤 短褲 搞定 全年的生活 最多你加一件 風褲子 或者薄薄的外套 有時 晚上 早晚比較涼快的時間 在冬季的時間 英國 可能你要多一件 大褲子 有少少防水的大褲子 英國人不流行擔傘 為什麼不流行擔傘 我發現了一個原因 在雨水 是有的 但不是很嚴重 不是每天天分地暗 每天都不停下雨 不是的 好像 在冬季 12、11月 就開始這裡的雨季 會下雨 偶爾也會下比較大的雨 但是 下到比較大的雨的時間 都很少人擔傘 因為那種大雨 你走快兩步的 是可以 不需要擔傘 亦都不會全身濕透的那種 通常我們在香港的時間 下雨 你不擔傘 是全身濕透的那種 但是在英國 就未去到全身濕透的那種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都沒有擔傘 包括我在內 都是一件防水的外套 這樣就搞定了 一般微微細雨的時間 就更加 一般微微細雨 更加沒有人擔傘 這就影響到我們去選擇穿衣服 例如很多朋友在香港過來的時間 帶了香港的外套 香港的羽絨過來 在這裡不是很行的 因為香港的外套 未去做到 很防水 即有防水的功能 外套 都少的 除非真的是雨 因為香港就習慣擔傘 一般人都擔傘 那這裡就不擔傘 所以這裡出的外套 通常都會有防水 滲水的功能 馬來西亞就很吊喘了 馬來西亞全年都熱天 短衣短褲搞定 但是出入商場 他們都有冷氣 你說又是否真的熱到一個很恐怖的點 其實都不是 我在馬來西亞生活了 兩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天氣 那個熱 就不夠香港的熱 天熱 香港的熱 你一出街 真的熱到 周身汗濕 潮濕 回到家 不開冷氣 也不可能 但是馬來西亞 在家裏 真的 平時的時間 不需要怎樣開冷氣 早晚還會涼 我覺得 開把風扇 有很多吊線 就搞定了 出入 下街 開車 開車 到商場室內 所以 又不是說熱到一個點 因為在馬來西亞生活 很少在街 極少數在街 大部分的商業活動 都在 商場裏面 室內 這一點 大家考慮退休去哪裡住 就真的看看自己喜歡什麼 如果我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我十多度已經頂不住 真的選馬來西亞 不要選英國 但是如果我反過來 我是一個很怕熱的人 我喜歡冷的 那我就選英國 選英國就適合你了 所以很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選擇 不同的要求 然後 吃 吃的方面 我們香港人的 吃的方面 要求都很高 你知道大家 在香港生活過 香港什麼東西都有吃 以前叫做美食天堂 世界各地不同的 種類的 食物都有 吃東西也很方便 自己煮 去街市買 食材也很豐富 出街吃也很方便 如果你說是一個 食物要求 高 又不喜歡自己煮東西 又喜歡吃 香港東西 亞洲的食物 那樣 你就不用想了 直接飛去馬來西亞 那裏 因為馬來西亞 吃東西那方面 有很多選擇 東南亞的美食很多 出街吃東西很方便 餐廳的競爭很大 所以有很多餐廳 所以 又爛煮東西的人 就一流 就直接飛去馬來西亞 喜歡煮東西 也可以去超市 街市也能買到 基本的菜 也能買到 不夠香港豐富 不夠香港多的 但是留意 如果真的是 退休的朋友 如果你說 我都有少許三高 有少許 身體脂肪積聚 多的人 去到馬來西亞 要有很有自製能力 千萬不要吃過量 因為 早前 我有了解一下 營養學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做教練 做運動 也有教一些朋友 去修身 控制體重 有讀了一些營養學 關於的東西 就說 全個 亞洲 全個亞洲 馬來西亞的人 是 那個脂肪比例 最高的 所以大家要很有切製控制 因為食物太吸引了 周圍都可以吃到東西 很方便 來到英國 就很不同了 英國 真的要改變 生活習慣 來到英國 如果你說 飲食方面 要求 亞洲美食 華人美食 有的 因為英國各大城市 都有 華人餐 有酒樓 有 華人的超市 可以買到 一般的食材 都有的 你說買個梅菜 買個臘腸 買不買到呢 都買到 不過選擇當然沒有香港 沒有馬來西亞那麼多 想吃好東西 自己煮 要 自己煮 因為在英國 吃的方面 外面 可能是美食的沙漠 食物的美食的沙漠 英國人吃東西很簡單 餐廳外面 Fish and Chips 吃簡簡單單的牛扒 或者漢堡包 熱狗的基本 我們叫做快餐 在香港 如果喜歡煮食 又不是經常 外面 不是經常 外面吃東西的 朋友 英國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在英國 煮食的食材 其實 都挺漂亮 挺高質素的 例如 豬牛羊雞 這些肉類 是漂亮的 在超市買是漂亮的 你說新不新鮮呢 我看到都新鮮的 只不過他們是包裝了一盤一盤 就比較清潔衛生 很多新鮮的豬羊牛雞 都可以買 雪藏的也有 蔬菜類別 有 但是我們吃的蔬菜 就不多 可能菜心 西洋菜 那些 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 但是你去中超都會買到 價錢會貴一點 但是你說吃一般豬牛羊雞肉類 水果 那方面 都很漂亮 而且是便宜的 某程度上 如果 可以接受 或者喜歡 在屋裏面的生活 的退休人士 又要喜歡煮東西 的人 應該是適合的 應該是適合的 但是沒有了外出外吃東西 沒有了經常 可以很容易 很方便外出外吃東西 就是那個 那個 感受 那個 沒有了那樣東西 你說 我們現在在愛丁堡 算是一個冷門一點 少一點華人的地方 中菜 亞洲美食 多不多 其實都是有的 你說多不多 其實都不少的 不過 在愛丁堡 就比較分散一點 就不是說有個 唐人街 好像倫敦那樣 整條街都是 吃華人東西 這樣 分散了一點 然後 住了 住屋方面 如果馬來西亞和英國 對比 相同的 價錢 相同的價錢 如果你說 很有錢 大家都可以選擇 很好的居住地方 相同的價錢 我之前在吉隆坡 住在 離開市中心 大約 20多30分鐘的 車程 開車 一個華人的社區 一個 都比較 高級的住宅 大約 是8000元 租金 我講租金 有1700多隻 這是大廈 有會所 有自己的花園仔 有泳池 又有健身室 下街周圍的環境 也都很舒服 很安全 在那個社區裏面 有商場 有學校 有國際學校 居住環境不錯 都可以放狗的 有些朋友都會 可以戴寵物 在馬來西亞 戴寵物行不行 雖然馬來西亞 就不是一個 例如 Pet Friendly 很多地方都可以帶狗去的地方 大部份餐廳都不准進 商場也大部份不准進 但是 它對寵物也不是差的地方 某些地區 好像我之前住的地區 對寵物也絕對沒問題 很多人都會帶寵物進入地區 因為那個地區 差不多 標靶了 比華人居住多 或者外籍的人居住多 所以就很不同 英國 如果8000港幣 就找不到 很大的地方 英國居住 和馬來西亞很不同 好像我現在的地方 租的地方 大約都是 9000多港幣 港幣 屋裏面的面積 小了很多 屋裏面的面積 只有600多尺 在馬來西亞 屋裏面的面積 1700多尺 有兩個廚房 三個房 四個廁所 有一個露台 在英國這裏 有兩個廚房 有很多租物的地方 還有一個廁所 但是 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多了一個 前花園 前花園 基本上 如果我收拾一收拾 就可以拍到三部車 兩部車多些 但現在我有三分之二 就是做了 一些石仔地 種了一些植物 三分之一 就用來拍了一個車 接著有一個厚花園 厚花園 我就可以用來宵夜吃 或者將來 砌一間小屋子 都可以的 小小間玻璃屋 都可以的 接著還有一個車房 車房 那個儲物空間 很大 其實加起來 這些 可以用的地方 都是 有千多尺 都有千多尺 你說 居住 很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 住了在 馬來西亞人 叫地屋 我們這裏 都是在地下 有地的屋 那個感覺很不同 看你喜歡什麼 如果你說 我喜歡種東西 喜歡多些私人自己的空間 在英國這裏 我覺得 挺不錯的 譬如我車房裏 我擺了 現在有四五架單車 擺一擺朋友的單車 他們有空 有些住市中心的朋友 他們擺單車 沒有麻煩 要上樓下樓 有空 他們就會 駕駛車進來 在這裏 踩單車 或者行山 等等 很開心的 說起來 我們這裏 離開市中心 開車 都是二十多三十分鐘 車程 跟馬來西亞差不多的距離 我自己的車房 除了可以幫朋友擺一擺單車 他們也來一起遊玩 又可以自己做一下 做一下 簡單的傢俬 例如最近 我又做一下單車 升級一下 熱天的時間 在花園 種一下 燒一下 食物 或者在花園露營 也可以 前面的車房 拉了水喉 又可以自己洗一下 車 那個生活又跟馬來西亞不同 看看 你又喜歡什麼生活 退休的時間 你想多點在家的生活 行山 晨晨 英國又不錯的 行山 很舒服 很漂亮 很開洋 這裏行山 跟馬來西亞行山有什麼分別 這裏行山就不會怎麼出汗 冬天要穿多件外套 因為大風 上山了 我見很多人都行山 或者在街上跑步 或者放狗 馬來西亞行山都有 但是馬來西亞行山 如果你在吉隆坡住 大部分都要 出汗 一定是出汗 樹林比較多 其實馬來西亞行山也不是非常熱 跟香港的熱天比 大加30度 馬來西亞行山不夠香港熱 因為香港行山大部分都是 矮的樹 遮蔭的地方比較少 馬來西亞行山大部分都是高樹 很高的樹 基本上 太陽不會直射 你一入了樹林 就不會直射 也不會非常熱 但是 比香港舒服 比香港舒服 馬來西亞行山也很多 住基本上 就是這樣 在英國 如果你說退休年齡 怕冷的 就要開暖氣 馬來西亞如果你說怕熱的 就開冷氣 我也認識很多朋友 馬來西亞都會開冷氣 是我不開的 好了 接著行動 行動 行動 交通那方面 在馬來西亞 如果是講公共交通 馬來西亞就輸了 我覺得 在吉隆坡住那麼久 大部分的人都是開車 為主 他們的公共交通設施不多 譬如我開車在馬路上 15分鐘 半個小時 都可能見不到一架巴士 一架巴士都見不到 都有的 有鐵路 鐵路覆蓋的範圍 也不是很廣 如果我們之前住的那裏 要去鐵路 都要接駁車 所以 大部分人都開車 因為馬來西亞有一個優點 就是入油很便宜 到現在他們的油 都是有政府津貼 全世界的油都加了價 但是他們都是 四個多港幣 入一星油 所以要開車 但是年紀大 還會不需要開車呢 其實如果 如果駕慣車的朋友 我看到在馬來西亞 很多年紀很大的人都駕駛 在英國也是一樣的 年紀很大的人都駕駛 駕慣車的人 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香港人 你沒有駕慣車 就去到英國和馬來西亞 都有一個 駕不了自己的車的問題 那 駕不了車 馬來西亞是不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也不是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馬來西亞雖然沒有什麼 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他們通常 就call grab 就是香港的 我們叫做Uber 那馬來西亞的公司 叫做grab 你在手機那裏 按個程式 按一按 你就call到車來 接你到這裏 接你到那裏 大部份時間都會call到的 除了很繁忙的時間 你要等久一點 接著 就英國了 英國交通 我們現在在愛丁堡 其實那個交通情況 都是理想的 很多巴士 周圍的地方都有巴士 如果你在市中心 跟一個巴士站 可能有10天 或者8條巴士路線 去不同的地方 我們住了比較 離開市區 半個小時 私家 20多分鐘 半個小時的私家車車程 都有巴士 都有巴士直出市區 每個地區都會有 有些地方 可能再偏一點 可能要轉巴士 越是少人的地方 巴士的巴士會 疏落一點 人口密集的地方 巴士的巴士就會密集 好像我們這裏 巴士的巴士 10至15分鐘 就有一班巴士 去市區的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就算是非法學時間 都是15分鐘 就有一班巴士 飯學時間 就會密一點 可能星期六 星期五的黃昏 巴士差不多是 幾分鐘 就保持著 經常都有巴士 在那裏 那在英國 在英國呢 駕車也是 很普遍 你除了在市中心 我們在愛丁堡 或者你住在倫敦 都是 在市中心 在頭幾環 交通會比較繁忙 而且 要付錢 我們這裏 這裏市中心 泊車也挺貴的 一般標位 一個小時 平時 繁忙時間 都要 四磅 五磅 一個小時 但是一旦离开市中心,大部分的地方泊车都不用付钱, 而且都很随便的,总之你的车不阻止人家的路, 都差不多泊车,好像我们住这些屋都有自己的车位, 其实都很方便,去不同的地方都很方便。 你说离开市中心,是不是生活很不方便呢? 其实我自己去过很多不同的地区, 大部分居住的地区,十分钟范围内,都会有超市, 都会有购物的地方,可以找到一般生活的需要。 所以交通方面,马来西亚和英国都是赢的, 跟香港是没得比的,英国的马来西亚的电邮费很便宜, 英国的电邮费比较贵,但是都不够香港贵。 英国的电邮费加了很多,但是都比香港便宜, 所以都是赢的。 跟着,衣食住行都说完了, 跟着我就说一下,刚才提过, 都会有一个条件, 就是香港人,你退休,去选马来西亚, 要有一个条件,去申请, 选英国也要有一个条件,去申请,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呢? 那英国来说, 现阶段是比较简单些的, 只要你申请B&O的Visa, 即是如果你有B&O, 有英国以前的B&O的护照, 就可以申请过来, 就给大约3万多元, 3万多元里面已经包括了医疗的费用, 5年里面, 就可以申请过来, 很简单, 马来西亚就比较有一个难度了, 早前我们那批, 拿第二加园计划就容易了, 要求也很低, 现在要求高了很多, 要求高了不是代表没有人去的, 我最近有客人去了马来西亚, 在新的条例里面都去了, 选择了, 所以两边, 除了生活、 衣食、住行、 基本的要考虑之后, 都要考虑一下那个签证, 马来西亚签证就不是永久的, 现在最新的就是5年5年续签, 5年之后有权不续你, 所以大家要考虑多一件事, 就是要有个弹性, 随时有机会, 政府换了新的条款, 会不续这个签证,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是有的, 但是高不高呢? 我相信已经住下了的人, 未必会很高, 未必很高, 但是有这个心理预备, 你说英国会不会变呢? 也会有机会变的, 其实全世界的签证, 当你没有拿到当地人身份的时间, 都会有变的, 就是在这个5加1的期间, 可能去到第6年突然间, 或者第5年突然间, 有一个大转变, 都不奇怪的, 但是当你拿到真身正正的, 英国人的身份之后, 就应该不会变的, 因为英国, 如果你BNO签证6年, 第6年之后, 就成为正式的英国公民, 到当你有英国公民, 有英国护照的时间, 就不会赶你走的了, 不会要你走的了, 那两个大家要考虑咯, 然后最后, 最后就讲一下要用钱了, 我自己真实体验, 因为我有个女儿, 如果你说退休, 通常都不会带着小朋友, 那就会很不同的, 我在马来西亚的消费, 最贵就是个女儿的, 学费的, 因为她要交一万多元港元, 学费, 那去到中学的时间, 就差不多两万元港元, 一个月的, 那我住屋都是八千多元, 八千多元就可以搞定了, 那你说马来西亚住屋, 可不可以再便宜些? 绝对可以的, 如果你离开了我, 去住比较贵的区之外, 一些普通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住的地区, 那千多元马币, 已经租到很好, 不错的宅宅, 都有会所有成的, 千多元马币, 就是三千多元港元都租到, 都一间挺舒服, 有接近八百尺, 九百尺, 一千尺的两房, 三房单位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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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食物呢? 马来西亚出街吃, 现在是贵了的, 马来西亚的物价也都升了很多, 和全世界一样的, 那, 那, 出街可能一个人吃个下午, 如果你普普通通, 去那些茶当的, 10磅, 不是不是不是10磅, 在英国说过一波,10个Wingg, 即是20港元左右,或者20港元左右, 20-30港元左右,吃到一个午餐, 包含饭了,如果你说商场那些, 可能要高一点,去到40-50港元, 一个午餐。 你在英国,如果你在家里吃, 就很便宜,很经济的, 在家里吃,买肉,买的,真的很便宜。 如果我在家吃一个午餐, 比如我买一盒鸡翼, 上次大家见过买个鸡翼, 有12件,一个人, 最多可能吃到三件或四件, 买两磅多, 即是脱衣,一磅都不用, 买鸡翼,煮几粒米, 做个菜, 可能在家里吃两磅, 即是20港元左右, 就可以了。 如果在英国吃西餐, 午餐一般来说, 都是五磅多, 去到10磅, 或是10磅多, 如果去华人餐厅吃, 午餐一般都是10磅, 到15磅左右, 即是一个, 可能我吃一本, 哪沙, 虾面, 都是10磅左右, 有些贵一点的餐厅就13, 4磅, 便宜一点的餐厅可能10磅, 9磅多, 如果我去喝茶, 走来喝茶, 好像我们现在有时, 两公公开下午去喝茶, 一星期或两星期一次, 我们通常吃三个点心, 四个点心, 加一个钟头饭, 或者吃两三个点心, 加一碟干叉牛河, 一般我们是20至30磅左右, 两个人, 即是我们都是10至15磅左右, 就吃一餐, 出去吃, 扣除了女儿的学费消费之外, 在马来西亚用的钱, 和在英国用的钱, 马来西亚是可以有选择性低一点的, 即是如果你住屋方面, 稳一间便宜一点的, 绝对可以比英国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过好质素的生活, 譬如我们以前这样计算, 以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 大家看我们以前的视频, 在马来西亚过什么生活, 住什么屋, 在英国过什么生活, 住什么屋, 扣除了女儿之外, 在马来西亚的消费, 和在英国的消费, 其实是差不多, 差不多, 计算我们现在开暖气, 电费贵了, 在马来西亚交电费, 都要交800元港元一个月价, 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越来越贵, 现在我们交1300-1400港元一个月, 电费, 接下来可能再会调整一下, 都不贵, 最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交800多元港元, 电费, 这一年里面, 我们由800多元, 变成1300-1400, 但是我们搬了屋, 搬了屋又不同了, 因为这间屋, 我们去了郊区少少, 就冷一点, 比以前那间屋, 起码冷两三度, 起码最少冷两三度, 还有早了冷的, 各方面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我再加多一件事, 很多人都会问的, 就是治安问题, 治安问题, 有机会我拍一段影片, 详细讲讲两边治安的分别,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想知道, 包括马来西亚治安, 或者英国治安, 早前我经常都说, 治安, 我觉得全世界都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 和英国也是, 去到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地方, 我们都要小心注意, 第一件事, 就是选住的地点,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在马来西亚, 我住的地方是很美, 很安全, 我自己觉得很安全, 但是离开了一些地方, 有一些比较阴暗一些, 或者有一些比较旧的地方, 其实都感觉是危险的, 在英国一模一样, 我现在选的地方, 住的地方是很安全的, 我觉得, 是非常安全, 但是也去到一些地方, 可能是残残够够, 都会感觉到危险的, 都有的, 所以治安方面, 我想很重要是, 第一个选住的地点, 又引申了一样东西, 租屋好, 你买屋好, 由头到尾, 由拍片第一天, 到现在都是叫人家, 如果你真的移居移民,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了解的地方, 那当然是先租后买, 当你住在那里, 用半年时间慢慢了解一下, 周围周围的环境是否适合, 安不安全, 治安好不好, 那才慢慢选, 慢慢买, 虽然在英国买房子很艰难的, 不容易买的, 不是钱的问题, 供不应求, 要逗高价钱的, 应该买房子, 生日买房子容易很多的, OK, 今天谈到这个例子,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 想了解一下, 甚至乎, 大家又想分享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也可以欢迎大家, 在留言区那里说一下, 甚至乎我来访问一下你们, OK, 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赞好分享, 按钟键, 拜拜,